麵粉類的加工成本是越來越高 加上過來醬米的產量太多 農政黨員很高的米是在加工業者 以醬米來替代麵粉類 小麥一年大概進口130萬噸 如果能夠用米去替代小麥 5%或10%的話 一年就可以消耗掉13萬噸的米 一般市民上的米仔麵 醬米的原料大約5%左右 不過協助為了大量使用醬米的原料 以及減少米粉使用的情況 研究一年的時間 竭學全米來製麵的技術問題 因為米不含麵筋 所以它沒有辦法成形 沒有辦法成形的話 你會做起來會像米苔肉一樣 只是一段一段的 一塊一塊一小塊一小塊的 所以它們一拉的時候它就斷掉了 因為它不能延展 那我們就是在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劑 只加水的狀態下 把這個技術上克服掉了 開發這種新產品 除了提供醬米的容量 並且減顧健康用性的觀念 對這個量減量也很有幫助 口感怎麼樣 這個由純米做的麵條啊 還蠻有米香味的 而且還蠻Q的 這個麵條啊 又能節省能源 因為你不需要再去 開瓦斯煮七八分錢 都不用 看你要滾水泡 溫水泡 或是冷水泡 都可以這樣子 剛才是這間食品 加工醃製氣候技術 成功來開發米阿米的產品 這項新的技術 醃製中申請專利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